我们骑过去现在差不多要4点几公里 将近5公里 现在上海街头这种流动核酸的站点特别多 我们到南极路了 来看一下 哇 这个当当车都开了 当当车 你给扣孩子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喵 那今天呢是端午节 然后我跟我妈来到这个老广东烤鸭店买烤鸭 然后买到一半 她想说给她的哥哥 对 我有两个舅舅是住在静安区 以前是扎北旗 然后他们那边还是在风控当中不能出门的 所以说我们准备买一点这个好吃的东西给他们送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由进出了 然后他们还是在风控的一个状态 你要去送两年 咱们送了 啊 老爷 对呀 你能去我家 那她刚刚说要去送 其实我还挺震惊的 其实从我家这边去 骑到扎北区 呃 静安区还是很远的 所以说今天任务有点艰巨啊 不过我买了一瓶水 在路长河 然后骑小黄车过去 我们现在在精灵东路上面骑车 然后 哦 这有点颠簸 然后我们骑过去 现在差不多要4点几公里 将近5公里 好 任务兼致 今天马路上面的人特别多 然后上海 不是前两天解封了吗 然后今天是 诶 今天是解封了 今天是6月3号 对 然后这两天 大家抱我父亲的出门 有人抱了多 然后路上 你看我前面这边 右边有一个这种 流动核酸 核酸采样的工作站 现在上海街头这种流动核酸的 呃 这个站点特别多 呃 因为现在大家的话都需要 出门的话需要72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才能乘交通工具啊 或者去 呃 超市啊 大卖场啊 商煞呀 呃 感觉没有核酸 其实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所以说 呃 大家都需要保持这个核酸的阴性嘛 我现在马上前面就要路过南京了 哇 现在上海最热闹最繁华的一条街 给大家看一下 哇 我们到南京路了 真人行 看一下 哇 这个当当车都开了 呃 当当车 呃 上海的烟火器又回来了 哇 现在要过那个苏州河 然后就到了扎北区 也就是呃 现在的靖安区了 哦 现在骑车上这个 这个是什么桥啊 哎呀 好累啊 哈哈 我们现在就在过这个苏州河 不见陆桥 现在路过吉普路了 完全没人 店也没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呢 走吧 这里有老多 哦 这好多老房子啊 全都拆迁了 大家看一下 有这网子可想去的 有那个历史不觉得吧 这个房子好漂亮 看一下 好累 哦 好累啊 我们现在骑到了保新路站 马上就要到了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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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高乐的吧 我妈也在一起骑车 马上就要到了 那说来也奇怪 现在上海的话 基本上全部都解封了 然后 我舅舅这个小区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 还是这个风控的状态 好像之前有阳性吧 然后 我们享受买点熟食 给它送过来 然后它 在家里 不能出门 也可以吃到最好吃 最新鲜的东西 而且 他们年纪也比较大 不会买外卖啊什么 所以说我们就 给他们送过来了 哦 我们到了到了到了 我们现在在等我舅舅出来 你们现在这边是什么防范区啊 还是风控啊 关到几号啊 不是关14天吗 风控 风控觉得 不是干涉是提了 那这个养性 我买了这个烤鸭叉烧牛肉 什么都有 还有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公 要小撒的可不定你回去 好 你了 给开子你了 给开子你了 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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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把东西送给我的小舅 所以我现在要去大舅家里 离这边好像很近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 我在跟我妈走 好累 此外我要回去考虑 好 那我们把东西送到了我大舅这边 然后他这边还是空控的状态当中 差不多还有几天就要开放了 那现在上海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95%到98的小舅 就已经全部开放了 还有邻近的几个小舅 还在空控的状态之中 好 那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